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安踏首支纪录片全网首映 我觉得还不够,继续努力 王一博安踏首支纪录片全网首映 我觉得还不够,我会继续努力 我觉得华手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 就是他们一直很坚持 然后永远都在挑战自己 坚持不懈,放胆去划 纪录片聚焦三位不同年龄和职业的华手 OG华手袁非,新生代猛将长江 以及安踏品牌全球首席代言人王一博 一次次超越,一份份荣耀 是你们的坚定执着 是你们的全速热爱,奔跑不止 为爱博此一生 纪录片里的王板仔,好可爱呀 这滑板博,确实帅呀 问多久换板,说看心情就很妙 不会去逢迎其他板仔,就实话实说 边组装新版边乖乖地说着话 玩出一个很牛的动作 就开心地跟其他人击掌庆祝 十分清醒地说目前不知道做什么能坚持三十年 但只要喜欢就要坚持去做 就喜欢王一博这样的说话 不虚设自己的未来会怎样 但会认真地做好当下 不夸夸其谈 直脚踏实地 对于喜欢的事情 一直在坚持做到最好 纪录片里参与了鞋子的设计 还偷偷练了滑板新招 王一博对滑板运动的宣传起到很大作用 以自身影响力带动更多年轻人参与滑板运动 滑板会友 相聚热爱 宫体力行 润物无声 祝贺安踏滑板首支纪录片 1月14日全国首映 全地形滑板线产品奥利登场首发 这个世界 永远有属于板仔的一方自由天地 王一博是一只小小鸟 总要去往自由的蓝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